一边碧水轻波,一边黄沙滔滔,会成了一道鲜明的分界线。 黄河与陶河在此交汇,但你可能没想到,轻的那一条才是黄河。 经纬分明的河水逐渐渲染、融合,从此处一路东去,千山万水出诗篇,人间万象皆为化。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,是中华民族的摇篮,它时而苍茫沉静,时而桀骜不驯。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,就是半部中国史。 历史的波涛拍打在时代的低暗,黄河治理的故事一直延续。 一头五千年的泥土,一居中华民族起源的河水,熔炼成桃。 奔腾的漩涡,携带着远古的记忆,凝结成形状、纹理和色彩,寄托着先民对水的崇拜和歌颂。 黄河,自青藏高原八岩喀拉山脉顺流而下,此时还是一弯清水,直到它开山披领,奔向黄土高原与支流交汇。 河水卷着巨量泥沙翻涌,才出现了开篇的奇景。 黄河露出了它的真面目。 智黄百南,为沙为首。 黄河的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,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,使黄河含沙量一直处于较高状态。 陕西榆林,黄土高原和茅乌素沙地交界处,曾经这里的漫天黄沙吞没万物,迫使人们一次次背井离乡。 这啥头一年的话,叫了二十三倍人自成火的北方指示,对我跑鱼里,我转家顶尽地照,这啥方法。 第三年我们一次刻骨,就和北方指发手。 石光银和乡亲们一起,在二十五万亩荒沙碱滩上,种活了五千三百多万株桥冠林木。 在这场自杀战中,鱼林通过泼面造林绿化,沟内打坝蓄水,修梯田,建水库,多挫并举下,自杀的脚步走得坚实而有力。 生命之律,覆盖了原本的荒芜景象。 绿色长城挡住了流向黄河的泥沙。 近年来,据相关部门检测数据显示,黄河水沙含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。 近年来,沿河各地不断加大水环境污染治理力度,呵护母亲和水体健康。 一碗水半碗沙的黄河水正逐渐变清变绿。 黄河流域水质持续改善,2021年,黄河干流权限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。 如水而居的人们,在黄河滋养的土地上,建起一个个绿色家园,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。 截至2021年,黄河已经连续22年不断流,但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弱,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。 针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,中国正全面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。 打好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空间站,将聚焦流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,实施合乎生态保护治理。 简物降碳协同增效,城镇环境治理设施不短板,农业农村环境治理,生态保护修复,五大重点空间行动。 实现流域生态安全屏障,更加牢固,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,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。 山东东营,黄河在此汇入浩瀚渤海,并在入海口孕育出中国暖温带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,黄河三角洲。 王立东,在保护区从事湿地修复工作,他深知黄河水对于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。 水是这个湿地人影会,近年来我们通过实施一系的湿地修复工程,为原生湿地进行不衰,还开展了腿轮化湿,腿烟化弹,优秀地恢复了保护区的湿地功能。 这个另一系列以来,能保护区湿地修复工程阶,达到了26万元。 湿地生态环境的改善,吸引了每年超过600万只鸟类来此栖息,这里也成为全球最大的东方白贯繁殖地。 年轻的保护区孕育着无限生机,成为下游滩区筑牢生态屏障,提升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力政。 大河之上,群鸟飞环,黄河碧水荡漾,两岸绿意盎然,从这条中华民族母亲河诞生的璀璨文化,正生生不息,历久弥新。 在人类智慧推动下,一河清流,滔滔两岸,正喷涌出新动能。 这条曾经桀骜不驯的黄龙,已成为利民之河,安兰之河,与热爱他的人民一起,奔向更广阔的未来。